Hi 大家好 我是威士尼 这里我要为大家介绍 ASP.NET Call MVC 制定HTML Help 让我们使用TechView的方式 来产生一个我们制定的 IMG Tech 标签 好,那在MVC里面 我们可以在View 简视域中 那我们可以使用 View Page 类别的HTML 属性 那他可以直接来访问 我们上面各类别的扩充方法 那HTML Help 这个页面辅助类别 那我们可以通过扩充方法 来实现我们在ASP.NET Call MVC 里面 常用的这些各种的HTML 控制项 那我们可以依据我们特殊的需要 来增加我们自己的HTML 页面辅助类别 来实现这些相关的功能 好,那这里的话 我们要使用扩充方法 来扩充我们HTML Help 这个页面辅助的型别 那我们的方法是使用TechView的方式 那这是以物件操作的方式 可以来回应一个我们的HTML IMG 图像的标签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下相关的范例 首先可以看到在画面这边 我们有一张图片 然后还有下面一个图片名称 好,那这样子在网页上面 呈现了这样一个图片 跟图片名称 这个是我们在HTML 这个页面辅助类别 那我们使用扩充方法 来扩充一个 我们自己的制定的IMG 这个Tech标签产生出来的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原始码部分 我们看到它的原始码里面呢 它页面产生出来是一个IMG 这样一个Tech的名称 里面的话呢 我们有布置相关的像 ALT、Class、ID、SRC、TITLE等等这些 Attribute的属性 那里面有填入相关的那些内容值 好,那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IMG标签比较特别是 它其实是有开始标签跟结束标签 所以可以看到呢 它这边其实是个开始标签 然后后面有个 这个反节线的IMG 这是一个结束标签 那中间我们包了一个图片名称 OK,所以这个标签基本上 可以知道它并不是那个HTML 标准的 这个IMG 这样一个Tech标签 因为一般的IMG Tech标签 它只有一个开始标签 然后自己也带一个结束符号 就没了 所以本身来讲这个就是我们自己 在扩充方法制定的 一个IMG的标签 好,那接下来看一下 相关程式码的部分 我们开启V616的冰淇气 那我们看到这次要操作这个 范例 Index-10面说明档 让大家稍微看一下 相关的说明的内容 好,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往下看 首先可以看到在这个HTML 文件的Body段落这边呢 我们有制定的一个IMG-MD 这是我们用HTML 预免辅助方法的扩充方法 然后自己扩充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名称 这是我们自己制定的 好,然后它是在HTML 这个这个的下面 好,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边有传入了这几个参数 包含这个 这个 这个IMG-1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名称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有制定 第一个是ID 第二个是SRC 图片的位置 那第三个就是它的ALT 图片的这个著名名称 那第四个的话就是TITLE 就图片的这个标题文 所以说可以看到分别传入这四个参数 好,那这样一个扩充方法呢 我们其实会有一个有定一个类别 然后会来使做这个增加这个扩充方法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上面我们有Using 就是我们所制作的这个类别 所以这边它相关的命名空间的位置 我们这边必须要把它引入进来 OK,好,那接下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类别 要怎么来扇写 我们在专案下面有一个HELPS的这个资料夹 那里面有个叫HTML HELPS 点CS程式档 那我们把它打开 好,那开启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那在这里面我们有定一个类别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公开的静态类别 那下面这边我们有定义的一个这个扩充的方法 那这个我们要怎么去扩充HTML的这个辅助类别方法 就是我们使用的是iHTML content 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方法 这样的一个形别 那这个就会变成一个扩充方法 那本身它是一个公开静态的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是这个方法名称 那里面我们有放了一些相关传入的参数 就是刚才各位在影片上面看到这些传入参数 好,那我们这上面也有做相关的定义 那我们第一个呢 这边会有一个也看起来是参数 基本上这个是不需要传入任何参数 因为这是我们要操作这个物件 所以一般扩充方法固定 前面周围先方都会有这一个 叫iHTML HELPS OK 好,那定义这个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里面有什么内容 好,里面扩充方法内容呢 基本上我们这边就是宣告 我们这边用的是Tag Builder 这样一个物件来建立 这个扩充方法的一些相关属性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先宣告了一个Tag Builder 那一个物件 那我们可以去设定 例如说它里面物件里面呢 可以使用像这个方式 就可以来设定我们的标签ID值 那我们也可以附加相关标签的属性 OK,所以可以看到我们用这样 一样用这样的一个方法呢 可以去附加 那你要附加KS 还是SRC LT Title等等 那这些的话就是 依照我们传入的参数呢 继续去对应到这些上面来 这些我们要附加这些属性 那最后我们在这边又插入一个标签的内容值 就是这个图片名称 就是用这样一个方式 那这个的话呢就会变成 我们其实会把它夹在我们的这个IMG图片 跟我们的这个开始标签跟结束标签里面 也就是刚才画面上看到的这个 好,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检测 好,可以看到我们这边其实有被夹了一个这个图片的名称 好,所以它当时我们在原始码的情况下 好,原始码的情况下 它基本上被夹进去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有夹了 刚才加了一个这个 OK,它就会被夹在这个标签的内容子里面 OK,所以用这个方式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物件呢 因为我们要把它转换成字串 所以我们也透过Aginway传流方式呢 去把它转换成一般的这个字串的内容 然后呢最后我们再把它传回去 那我们传回去这个字串的时候呢 Return回去我们有再做一个HTML Stream的方式 就是让它在那个前端浏览器一面的时候呢 它不会被重新编码 会维持它原来那个IMG Take这个标签 OK,如果你没有加那个的话呢 你在网页上面这边呈现的就不是这个图片 它就会变成把这一整段这个完整的文字都把它呈现出来 那你会发现它一些关键地方都会被编码 因为它就是要呈现出这个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说造成这个情况 要让它图片跟这个这个Take标签可以生效 所以我就加了这个方法 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们在预设情况下呢 它这个它基本上它会帮我们加入开始跟结束标签 可以看一下原始码部分 好,其实它会有这个开始标签 OK,跟结束标签 OK,那假如说如果你不想要去加入这个相关 其实这个开始标签结束标签的这种样式是可以改变的 你也可以变成说它只有加IMG 然后自带结束标签 或者是这个完全没有 那只有带这个 那基本上预设应该是只有带这个 但是我们刚才在这个检测 应该说在检测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刚才用检测这个方式的时候 它这边是只有带这一个 然后后面直接带图片名称 你可以看到下面好像没有什么结束标签 目前这样看起来是没有结束标签 但是就只有这一个 它自己这一个开头的 但是在原始码的情况下 它其实有自带结束标签 所以这个的话可能是它预设 会帮它填进去的 但是基本上因为我们在这边 程式码这里其实是没有在定义 其实我们在这边其实可以在定义说 它到底是要自带结束标签 还是说它的标签的样式 所以像它这边的话 这里就会有 假如说你有用这个的话 它可能就是会变成一个 只会结束标签 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是会自带一个结束标签 所以这边其实还可以做这些选择 还有一个就是只有开始标签而已 这是只有开始标签 然后这是只有结束标签 然后这个是会自带结束标签 假如有在装这个的话 基本上它就会自带那个 那这个的话我们下一个范例 我们会专门介绍好这个 Tag Builder 的方式 那时候来比较的时候 我们就会示范一次给大家看 如果加这个东西会变怎么样 那我们在这里的话 就是先用它预设 都不加的情况下 让大家看一下 它原来的标签是会变这样子 这样的情况 好那这边的话呢 相信大家应该可以理解 好那是前面部分 这是我们自己 自己定义 扩充方法的 这个IMG的这个标签部分 好那其他的话呢 应该就没有要另外说明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们针对 ASB.NET COVNBC 制定HTML HELP 那我们使用Tag Builder 这个方式呢 来产生我们制定的这个IMGTag 的标签 的介绍好那我是威斯理 那我们下次见拜拜